那生乳卷那时候卖得非常好 我还印象很深刻 那个时候我看了媒体 你做了一件不得了的事 2013年的时候 我们生乳卷卖得非常好 你那时候给你的员工 你非常会激励员工 我必须说 你告诉你的员工说 假设我们卖到六万条 是 你就一人发六万块的奖金 那个发出去 其实是把你那一年 所有活力全部发光 是 那个好像不是年终奖金 那是额外奖金 对 额外给的 那时候老师说 我们人就是也都是会 就是那时候生乳卷刚出来 到时候那也很受欢迎 那时候一个月大概 到两万多条三万多条 一个月卖这么多 对 但是有一点停滞 停滞就是说 没有办法再往上走 当时我就想说 为什么 是不是我们要再出新的口味 的商品或什么 其实都会乱想 对 因为尤其是我们当师傅的 因为当师傅的老板 最容易想东想西 对 因为你兼具了经营者 还有这个开发商品 对 你各方面都要一直思考 而且你都会 你就会想说 做巧克力也可以 做什么都可以 然后就会乱想 可是我就不行不行 我应该再回过来 为什么他卖不好 是不是我没有激励 我的员工 或是说 我没有去拿出更多的诱因 让我的 我们的团队 有冲劲还是什么 然后我就突发起 想把那六 因为这个六的形状 纯粹是因为这样来的 他们想说 六万条 如果你们可以 达到六万条 我们就 我一开始是比较浪漫 就想说 去北海道玩 大家提出来 大家没有什么话讲 没有接 很多主管都没有接 他说 在私底下在想 现金好像比较好 现金比较实际 我说好 那就六万块 那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就 还有 还有那个加码的 还有说 那董事长 那如果 六个月内 如果再 达到第二次六万块 可不可以去北海道 我想说 好 我都讲了 我说好啊 那去吧 所以那一年 你用这种方式 其实两度的 达到你们的目标 还有第二次是缺货 差一点真达到 还有 因为那个工艺商也吓到说 怎么用这么快 因为我们没想到这么快 然后我就说 可能我明年应该一个月就十万条 他说你怎么算的 怎么可能这么快 台湾怎么有这么多的市场 可是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你经营一个明星商品 就好像经营一个明星一样 你应该要聚焦于他 对 怎么样把所有的资源 放在同一个商品上面 把它做大 后来我 我从中学到 就是说 你 因为有限的资源 因为企业都会有一定的资源 跟那个分配 那以前我们都很分散 后来我们就把所有资源 集中在这一支商品 所有的 所有在讲的 来采访也好 我们出媒体 几乎都讲深入卷 通通都focus在一个产品上面 对 然后我发现 这样是对的 其实你 一个企业一定要有一支 巨大的一个商品 来支撑你的运作 然后能让你的品牌 跟客人之间的沟通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但是这个产品 其实你已经定毛了 你就是要走这一条路 但是呢 虽然说一个产品 它很经典 它很棒 但是你要能让它卖 十年 二十年 这是要很大的助力 你怎么办到 怎么让你的消费者 持续的有这个黏着度 基本上 在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大概 大家都了解一件事 就是说 一支明星商品 大概寿命大概三年 那这是没有经营的情况下 但是你看 有一种商品是 一辈子长长久久 像你去吃什么 葱面包 什么菠萝面包 肉酥面包 你都不用打广告 它永远就存在这个市场 所以我后来发现 我觉得你这支明星商品 如何让它植入生活化 是很重要的 老人大人小孩都喜欢的一个领域上面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改变跟调整 因为以前师傅就会把东西做得好吃 可是我们后来慢慢去 怎么样建立跟客人之间的渠道 这几年我们就是一直有自媒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经营 它怎样抓到你基本的客源 然后深入卷 因为我们在视调里面也看到 就是你一出新产品客人对你的专注 关注度会比较提高 第一时间肯定是热度最高的 对 像我们有一些首期新品发表 大家就会注意 对不对 那我们大概平均 每一个半月两个月就有一支新产品 这是你给自己的课题 对 这个是我们有观察下来整个 因为大概客人 我们门市大概两个月到一个月会 客人会回来一次 一个cycle 然后在网路大概 网路更快 大概两周到三周 大概你一支商品 大概就是周期是这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优比的商品 所以我们现在 从深入卷上市到现在 已经有上百种的口味的开发 上百种 对 好简单 对 这要留下来一定是最经典的 是的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雅尼客它的东西非常的经典 那很多观光客过去 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很喜欢来台湾 踩点 就是要到雅尼客去 但很妙的是 我们除了早年有在日本的电商 来铺货之外 我们几乎不做外销 对 因为我想我们在这十年 我自己定一个愿景 就是说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我们希望在这十年内 把台湾的市场我们做得更稳定 然后培养更多的人才之后 我们十年后再往国际方面去发展 你还是想让雅尼客 变成一个国际品牌 我觉得这么好的东西 应该还是可以分享到更远的地方 所以说企业它还是要再往国外有机会 但是我觉得先决条件应该是在台湾的市场 要把它做得更稳 然后再来就是说 如何在你的企业在这个竞争的环境当中 你能有立足之地 我想还是回归到本质 其实我们雅尼客很注重品质这件事情 已经是升值台湾人的心 大家知道说你下了很多成本 在你的基本的原料上面 但是最近你应该很有感觉 这半年来国际原物料涨翻天了 当然 而且是很全面性的 再加上整个通膨的压力下来之下 你怎么去拿捏我们的成本 然后又要控管 又要管我们的销量 又要成长 在这两者之间你怎么样去做拿捏 这个是我经营企业以来 就遇到这一波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物价波动 因为几乎所有的 你想得到的一些原材料都涨 我们每个礼拜都在签那个签层 包含哪些呢 像垃圾袋什么 你看到的包材 这个都已经长到不行 更不用讲我们的面粉 我们的奶油 所以我们80%以上都是进口的原物料 尤其欧美 欧美这边的原物料更严重 对 那您怎么看这一波 大概什么时候会稍微比较平缓一点 应该我们在评估应该是年底 年底 这几个月还是看不到尽头 所以这段过程当中会不会我们制作一条生乳卷 其实毛利已经不多了 当然就是我们就商品我们尽量就是控制在成本上去吸收 少做一些活动之类的 但是新产品我们还是会反映在售价上面 包含夜嘛 因为冬秋是我们的大节庆 往年我们就是比较没有做一些传统乐评 那我们今年也是因为疫情或是节庆的关系 我们就特别推了一款流行乐评这样子 来应急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